中老年人要少吃猪肉多吃它,才能腰腿更有劲,102岁都不会得骨质疏松,还能护血管,防三高。 您的骨密度表现真是令人惊叹,竟比20多岁的年轻人还要出色。 今年已经67岁的张大叶在医院接受了骨密度检查,结果显示脊柱值为1307双。 骨骨均值更是高达1004张。 这般卓越的脊椎骨密度,竟然超越了20至40岁的年轻人,连医生都不禁赞叹,张大叶的保养之道真是堪称典范。 张大叶的四个好习惯,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。 众所周知,人到了30岁之后,骨骼中的骨量便开始逐渐流失。 这种骨量的减少,正是骨质疏松的前期征兆。 一旦骨质疏松发展成为疾病,其最大的危害便是可能导致脆性骨折,严重影响生活质量,甚至威胁生命。 骨质疏松性骨折更是老年患者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,为了有效减缓骨量的流失。 我们可以从张大叶身上汲取经验。 他的几个好习惯,无疑为我们指明了保持骨骼健康的方向,让我们一同学习。 一,精心调配营养,张大叶身知营养对骨骼健康的重要性,因此他格外注重补充蛋白质、维生素等营养素。 他的日常饮食中,燕麦粥、橙子、香蕉、葡萄干以及各种干果都是不可或缺的。 他从不盲目追求昂贵的保健品,而是明智地选择补充适量的维生素B1、B2、B6、B12以及叶酸。 随着年纪的增长,他还特别加强了维生素D的补充,因为蛋白质水平对骨骼健康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,骨质的合成也会受到影响。 而干果中丰富的钙元素,再加上维生素D促进钙吸收和利用的作用,使得它的骨骼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态。 二、坚决拒绝烟酒,张大叶始终坚守着不吸烟、不喝酒的原则。 他深知烟草中的泥骨钉会干扰人体对钙的吸收,而烟碱更是会刺激破骨细胞活性并抑制成骨细胞的功能。 对于女性而言,香烟还会加速雌激素的分解,从而加速骨量的流失。 同样,过量饮酒也会导致营养吸收障碍和营养不良,进而影响骨质的形成和骨骼的强化。 张大叶明智地避开了这些健康陷阱,从而保持了骨骼的健壮。 3. 享受阳光欲 张大叶热爱阳光,他常常穿着泳裤晒太阳,有时还会戴上遮阳帽和墨镜。 他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光着脖子在外面漫步一个小时,他知道适当的日晒有助于促进骨骼健康。 4. 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刺激皮肤,合成维生素地,这种自然的方式让他的身体自然而然地吸收了足够的维生素地,从而维持了骨骼的强健。 4. 坚持运动锻炼 4. 张大叶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,他每周都会外出参加马拉松比赛,随着年龄的增长。 为了防止老年骨骼退化和肌肉流失,他又加强了中度力量训练。 他坚信,对于老年人来说,适度的力量训练比过度追求重量训练更为有效,运动不仅能够通过肌肉收缩产生张力和机械硬力来促进骨骼形成,还能有效防止骨质流失。 此外,有氧运动也是预防中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有效途径。 三种症状出现,你可能需要补钙了,通常情况下,成年人每日的钙摄入量建议为800毫克,而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,这一标准则提升至1000毫克。 然而,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,大部分中老年人的日常膳食钙摄入仅约400毫克,远远未达到推荐标准。 当出现以下症状时,务必警惕并及时补充钙质。 首先,四肢麻木是一个明显的信号,若频繁出现不明原因的手脚麻木,或是体力明显衰退,特别是中老年女性,这很可能是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的初期表现。 其次,腰腿颈尖的肌肉酸痛也常是缺钙的征兆,这种疼痛多发生在活动频繁或强度较大的部位,如腰背部,颈部以及脚根部的肌肉,若经常感到浑身肌肉酸痛,特别是久站,久坐,久卧后症状加重,但经过按摩,敲背,捏紧后症状有所缓解, 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需要补钙了。 此外,缺钙的人群在爬楼梯、游泳、爬山或睡觉着凉时,容易出现小腿阵发性的抽筋症状。 值得一提的是,口味重的人更容易缺钙,尽管许多人平时很注重补钙,但依旧存在缺钙的情况, 这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口味过重。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,钙和钙在人体内是竞争关系,大量摄入钙会抑制钙的吸收,而这些被排挤出的钙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。 据研究表明,每摄入500毫克的钙,尿钙排泄量就会增加10毫克。 考虑到中国成年人每日膳食纳的摄入量高达5404毫克,相当于摄入了13、5克的盐。 这意味着尿钙排泄量将增加108毫克,占到了成年人每日钙推荐摄入量的11%至14%。 对于原本钙摄入就不足的人来说,这无疑是雪上加霜,因此,如果您已经存在缺钙的情况,同时又有口味重的习惯,那么请务必第一时间纠正这一不良习惯。 这比单纯依赖钙片来补钙更为关键和有效,最能补钙的六种食物。 每种怎么吃,详细告诉你,许多人仅仅依赖钙片来补充钙质,然而,食物是钙最天然且丰富的来源。 在补钙的道路上,我们应将饮食置于首位。 接下来,我将为大家介绍几种比钙片更为有效的补钙食物。 首先,牛奶是补钙的绝佳选择。 我们常见的250毫升装牛奶中便含有250毫克的钙,每天确保摄入300克牛奶,即可轻松满足补钙需求。 乳糖不耐受的朋友,酸奶同样是一个好选择。 其次,绿叶蔬菜也是补钙的宝库,许多绿叶蔬菜的钙含量与牛奶相当。 甚至更高,例如,100克油菜含有108毫克钙,而100克绿线菜则含有高达187毫克的钙。 此外,蔬菜中的铁、钾、维生素K和维生素C还有助于提高钙的吸收利用率。 不过,烹饪前建议先将蔬菜在水中焯一下,以降低草酸的含量。 再者,豆腐也是补钙的好帮手。 100克北豆腐含有138毫克钙,且蛋白质含量丰富。 美味又健康,坚果虽然油脂较多,但同样是补钙的优质来源。 每100克坚果含钙量高达100至200毫克,每天适量食用一小把去壳坚果,不仅对心血管健康有益,还能满足补钙需求。 此外,海鲜类产品如鱼虾贝类也是补钙的好选择。 对于不过敏的人来说,食用鱼类、扇贝、虾等水产品不仅能补钙,还能摄入大量不饱和脂肪酸,对心血管健康大有弊益。 最后,芝麻酱也是补钙的佳品。 每100克芝麻酱含钙量高达170毫克。 偶尔用芝麻酱、拌面或吃火锅,轻松摄入200至300毫克钙。 需要注意的是,补钙应适量而不过度。 普通成人每日保证800毫克钙摄入即可满足身体需求。 以下是一份每日补钙食谱供您参考。 300克牛奶和酸奶提供300至360毫克钙。 半斤以上深绿色蔬菜提供200毫克钙。 一两豆制品提供80至100毫克钙。 一勺芝麻酱提供100毫克钙。 少量坚果提供10至30毫克钙。 水果及其他食物也能补充一部分钙。 朋友们,钙的充足对于我们的生理活动至关重要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